天气酸不尽 若谁有意离开岁玉轩 去换币那里领一定银子便可走人 待会儿收拾完东西就走 小主肃若带康公公不保 康公公也扒狗似的殷勤得很 怎么如今攀了高枝说走就走 连主仆勤奋都不顾了 我也是身不由己啊 奴婢愿跟随小主 绝无二心 奴婢也跟随小主 奴才受常载恩惠 绝不敢背其常载 为何这样说 奴才的哥哥病在四肢库没人理会 若不是小主在病中仍挂念着 请了温大人去医治 只怕 奴才兄弟受小主这等大恩 一定尽忠侍奉 今生报不完的 将来死了 编个大青牛 拖着小主 呈菩萨去 有嘴 这都是奴才的真心话 绝不敢课骗小主 哎呀 行了 行了 来 回头把头再磕破了 还得找温太医再来一次 如今入冬了夜里凉 小允子在廊上上夜总是受冻 给她备一条厚一点的被子 是 谢小主恩典 谁是这宫里的长氏宫女和太监 原本的首领太监康禄海 两个月前被丽萍娘娘叫了去当差了 你宫里没有个首领太监这不行 朕明日让内务府给你选几个老城的 其实也不必这样麻烦 臣妾觉得小允子还行 就让她先顶了这差事 历练历练 奴才谢皇上恩典 谢小主恩典 奴才一定尽心竭力 伺候好小主 行 你说好就好吧 你家小主赏识你 你更得好好办事 是 奴才遵旨